被珍珠奶茶 现在一涨涨十块钱 台南人必访的料理 阿唐咸州近日涨价引起争议 台南知名咸玉州涨价 台中珍珠奶茶微调 全球通货膨胀 也影响到了台湾的生活成本 以前我家楼下买 可能咸素鸡买鸡排 50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大鸡排 现在你花80块 只能买到一个就小小的 然后也没那么好吃 以前一天可能吃两颗蛋 现在可能变一颗蛋 二无战争开始之后 油价就开始疯狂地涨 以前比较不会在意 什么优惠券或什么 就是比较就是有钱就花 现在可能会比较多比赛 多比几家货 今年以来 不少手摇饮料店价格都有微调 有业者就说 原物料价格上涨压力很大 据我所知就是整个原物料 在市场上都有一些涨价 比如说珍珠大概涨了6% 鲜奶涨了4% 茶叶15% 连纸杯都长了无反胜这样子 对于台北人来说 一杯珍珠奶茶背后代表的小确幸 也就是小而确定的幸福 是否会因此而需要牺牲呢 我觉得珍奶算是我们的一个小确幸 就是台湾的生活上 你的开心不开心 啊来杯饮料好了 所以不太会想要省掉这个饮 这个费用 我甚至可能不吃午餐 反而只喝珍奶这样 同以前的可能十几年前 三十几块到现在可能 其实超过一个便当价格 但是就是想喝的时候还是会喝这样子 基本上大概两天会喝一杯吧 然后如果有时候如果有朋友请的话 可能一天会到两杯都有客 下课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喝一杯珍珠奶茶就很放手 觉得喝的时候很开心 就什么事都先暂时放弃 也不用想要回什么讯息 或者什么或什么事 就放心的喝奶茶 然后开心的看这电影 然后放手 所以我觉得就算再长 我应该还是会喝啦 除非长得太夸张 就是首要饮的部分 可能一个礼拜就是三四次 因为本身是自己喜欢喝 所以就等于有点像是我的必需品 对所以虽然它就算价格变高 但我还是会去买 可能是这个一方面是天气很热 二方面是好像疫情趋缓很多 所以整个夏天我们看起来的营业额 几乎跟比2019年还要高出一点点 说实在就是并没有因为这个通膨 而有影响业绩这样的 物件上涨速度真的很快 因为薪水其实涨幅 真的很慢 然后或是甚至说你要谈家心谈那些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 以前一样的钱 然后现在能买到快乐就变得更少了 你说结婚需要有房子车子 然后要有聘金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不相信一个30岁的年轻人做得到啦 我们宁愿就是让自己生活开心一点 我觉得这已经是至少我们满足自己的最低需求了吧 就是小确心已经是我们最低需求 我们没有要再去追求说我们一定要买到房子 或是一定要买到车子 对我们每天用这些小食物小小的费用 相较之下已经是比较低的费用了 那去满足我们的就是小小的开心也好 我觉得这已经就是我们年轻人最追寻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 面对生活成本的增加 在台湾坚持小确心的生活态度 从一杯珍珠奶茶中能一亏一二 两个小小的急侧 写太太刚 桧 下电池 下电池 上电池 记得 下电池 下电池